一夫人站在高雄火車站鐵軌上 手提一個袋子 站務人員呼喚她趕快上來 夫人伸腳跨越鐵軌 走得不是很穩 當時列車近站廣播 響起地上紅色警示燈也亮了 但夫人還是在軌道上 狀況非常緊急 站務人員趕快用無線電通知列車 先停下來 這場騷動讓旁邊乘客 紛紛上前查看發生什麼事 終於夫人平安爬上月台 事發在二十號早上十點左右 高雄火車站的地下月台 夫人驚險走鐵軌造成騷動 造成人家的麻煩 還要造成這個安全問題 他自己死亡的問題 他能不能撞到 夫人當時被發現的位置 是在比較遠的第一古道 但月台當時都有站務人員 他到底是從哪裡跑進去的 回修通道上的一個步道 他就從步道走下去 然後他走了一個站區 台鐵調查後發現這名婦人 是從上一個小站三快錯站 維修通道跑進鐵軌 距離高雄火車站大概八百公尺 步行要十分鐘以上 而軌道黑漆漆的 婦人闖進去走這麼久 中間都五人發現 直到靠近高雄火車站附近 有清潔人員察覺趕快通報 三快錯是小站指停號區間 跟快速區間 當時緊急停下的三一四七次列車 在三快錯也停靠 還好車速並不快 不過短短十分鐘內 婦人闖進鐵軌 差點造成意外 危險行為可能會被開罰 最高十萬元罰還 三星維連貫值五星高雄報導 是肥貽 鳴子 直到成功 我們請在我們